把这个橡皮圈拆下来 然后这些耗材不管是要换键麻还是换纱纸 你就把它出出来换成新的就可以 然后还按照原来的这个方式 纱带的方向一定要装对了 然后把它再塞进去 然后再把这个橡皮圈套上就可以 这是动物的话 这是动物的话 然后原盘换下带的方式 自己超过一块电气 原盘换下带的时候要先把这个包子 这个掉下 掉下以后就把它拿去 然后拿成那以后把这个地方松开以后 松开以后也是跟那个一样 抽出来换成新的 但是它这个插接的方式是 一个短线麻 然后一个船一样麻加它的桃 这一个沙子一样麻在一个桃里 再到一个桃里边 原来什么方向一定要装成什么方向 方向因为每一个转向不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你装过了它就是用板面来打磨 就没有打磨力 然后装完了再把它紧上 然后再把它安回到原来的位置 安的时候你要看这个地方有一个卡扣 这个套上会有一个扣 对准了这个口 然后把这个披起来 然后就把那个卡扣对准 前的卡扣放进去 然后就可以了 大只管是在那边 拆下来以后也是里边有一个螺丝 也是把这个螺丝松掉 把这个螺丝松掉 里边有一个橡皮圈 把这个橡皮圈掰出来 然后也是抽出来 然后换成新的就可以了 这个太长了 它往里边 你往里插这个纱带的时候 你要先把它用气箱吹一下 然后如果说你觉得里边灰尘比较多的话 你可以稍微抹一点那种孤人机油 或者什么油 一定少抹 就是把那个条上稍微抹一下 然后塞进去就可以了 这个剑麻如果换的时候 因为剑麻它是个铁件 然后就会用铁件压起来的 那你要换的时候把它抽出来 抽出来以后它就是个弯的 因为它是螺旋果嘛 你就按照它那个方式 用手稍微一抿 然后往里带的时候 就更容易带的 对 对 沙袋不需要 因为沙袋它是个木头 要软